新北市发生幼儿园学童遭喂药的案件 也引发基隆市议员的关心 有议员在市议会大会时 建议市政府应该要建立认证 以及检查的机制 特别针对基隆市学童 食用营养午餐之前 以及学童用药监督管理 建立相关机制 来防范类似的情况在基隆发生 我希望我们基隆市要成立 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就是一定要在学童 每天的营养午餐之前 要送给学童食用的营养午餐 一定要经过营养师来认证 因为每一样的食材 不一定每一样食材都非常的安全 那如果经过营养师的认证之后 才能知道说这个食材是不是安全的 不然的话 因为经过这一件事件之后 我们真的是非常担忧 要生一个小孩是很不简单的 但是你这样来祸害我们的幼童 实在是可恶至极 这个是不可原谅的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在学校的营养午餐 要送出之前一定要经过营养师的认证 才能够送给学生食用 谢谢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是不是能够反思说 在我们基隆市的各级的这个脱教机构 或者是我们的教育机构 我们各级的学校里面 针对小朋友 以及我们的学童用药的方式 除了脱药单的管理以外 那学校里面应该 能不能够有这类的管制药品的出现 以及学校它应该跟我们的这个药师 或者是跟我们的药局来购买的管制药品 只要是管制药品 我们有没有清楚的去掌握这流向 我觉得是不是能够 我在这里提议 未来在本市 如果有任何教育机构 不论是从学校的这个护理师 这里向我们的医药单位 来申购此类的管制药品 应该要有流向追踪 这个部分我要鉴请 我们基隆市政府 应该要建制一个机制 来做这类的管理 那方便日后 如果有不当的药物流出的时候 或者是有此类情形发生 我们对于流向的追踪 会比较有个系统性 以上 开会的议员们也都赋议 张芳立以及施伟正议员的建议 因此议长同志卫也决议 要求市政府 研议办理 来保障基隆市学童们的 饮食和用药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打开小欧 подготов 在哪里 帅委屋 反正的议员 有点色彩